第七格在這裏 我就有少許後悔的 畢竟10萬元 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TF 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 8日24年第一件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段消息的時間內買了什麼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 首先2024年的重頭戲 就是買了Fendi X Pokémon GO系列 龍年特別版 啟布龍的顏色和Fendi House Color的顏色是配合的 本人也是一個POKEMON的愛好者 還第一次找到啟布龍號碼是149號 買不可以吧 基本上所有受歡迎的項目 都是要提前預訂的 即是你未見到10元就要付錢 我這件東西未見到10元就付錢 買了訂了 那是什麼呢 人心第一次買Fendi 塵袋上會有一個Fendi X Fragment X Pokémon GO的顏色 是一個卡住 上面是有啟布龍的圖案 再加Fendi的LOGO仔 都是性價比最高的項目 有1格、2格、3格、4格、5格、6格 還有第7格在這裏 價值是2300甚至 除開每一格的價值不高於400元 Fendi LOGO和啟布龍都值相當金額 舊的Luawei Card Holder 你會見到我這裏插了一張信用卡 然後信用卡上面這裏 你會看到那個卡號碼已經變成 好像盲人特字那樣 就算我拿開信用卡 你會見到這個號碼在上面是 揮之不去 部分脫色的情況 用了3年貨幣的卡住都準備打柴 新年新開始、新景象 24年是買了一樣東西 然後回顧到23年買了什麼 交了什麼學費 Tiffany & Co的項鍊 當年買這個 就是看到網紅款 Hardware的鑽石項鍊 我又買了鑽石的版本 一邊有石一邊沒有石 立體感和精緻感都是滿滿的 這個款式是非常漂亮 網圖看到人帶也是非常漂亮 怎知自己買回來之後呢 很明顯看到這個東西 在我這麼大頭的情況下 是顯得非常細 那我就有少許後悔 真的抱歉了 這條鏈 當年就是因為加價前值 很衝動地買了 加價前值的價錢就是 89,000元 加價之後的價值就是 98,000元 把整個數字對調了 當年未試得很真就買了 剛才這條項鍊不適合 那不適合就買到適合 下上就去買了第二條項鍊 現在戴著了 這條就是Lock系列的項鍊 威高半石的設計 你看網圖看到它是很醜 是不是 但這條鏈帶在身上是不得之了 我給你看看 許光漢 威高真的很漂亮 還有半石上面和下面的 材質差異的 contrast 是非常立體 和顯得非常高級 這款分為 沒有石 半石 和全石 我建議買半石 可以看到Lock有石 和沒有石 contrast 的設計 你只要反轉 後面這樣戴 就是沒有石 買一個半石的版本 就可以有兩個版本 這樣戴性價比 其高 這個大小 再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都是加長 現在的長度也是20寸 剛才那條也是20寸 這塊的尺寸就顯得正常 剛才那塊真的太小了 希望有有心人可以幫我回收這條項鍊 大佬 大佬 好 年初的時候 已經買了一隻Lock的手額 先戴上手額 手額款 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非常精緻 非常白搭 很搭配 你看我一身黑色 加一個白金色 其實都是無違和感 作為一套情易潔的人 不買齊是不會深色的 這隻戒指的粗幼度 相對比較幼 有見及似 我就去買了兩隻 回來碟粗 這個戒指的戴法相當多便 正常是一半金屬一半鑽石 一粗一幼的 有些立體感 同時可以把它轉成 兩面都是鑽石 或者一面是全石 一面是鑽石 官方標準最立體的戴法 這套我覺得是不錯的 兩隻戒指的價值就是 44,000元和27,000元 差不多 這套總共買了 20多萬 好啦 我們消失的這一陣子 就買了這堆東西 我們今天 二四年第一個分享 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 我是TF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